好开始 我是淘宝丽人激光的 之前那个视频呢 是缓冻片形式的 有很多人反应就是看不太懂 那今天就是重新再录一个视频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大家 首先呢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平整的桌面 一定要是十分平整的 就是桌面也行 或者是家里那个地装那个面也行 然后把这个铝材放到这上面 把这铝材平摆在上面 这样呢能确保他们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然后从零件盒里 把这个L型的这个脚连接件拿出来 然后装到这个四个脚上 把这把这个把这四个铝材哈 按照视频上这种 两个长得夹住两个短的这种方式 给它固定住 这个端头啊一定要平齐的哈 端头一定要对平对齐 端头 对齐之后呢 先上紧螺丝 螺丝呢不要上的太紧 因为之后呢 你需要还需要调整一下 所以螺丝先不要上太紧 先大概上一下就行 不要上太紧 上这个框架呢是第一步 因为上的过程中呢这个这个呃这个东西如果上不准呢后续这个机器啊这个走线也不会准的所以这个一定要上的尽量给他做到精确就是端头对平 端头对平要缝隙呢控制呢控制在控制到最小 四个角呢挨着上 挨着上啊 四个角挨着上对对对对挨着上 上完转过来上另一侧哈 确认这个端头是平齐的哈 一定要确认这个端头是平齐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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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检查一下 确认一下这个断头是平起的检查一下哈 然后把这个分析条最小 这时候呢 再把它上进 这时候再把螺丝上进 对 这个时候再把螺丝上进 这时候再把四个角的螺丝上进 刚才一样哈 四个角挨着都要上进 把这螺丝上进哈 好 上进之后检查一下哈 检查一下 按一下四个瓶颈 现在准备上这X柱的横梁 把这横梁拿出来 然后一个步进电机 零件盒里呢 配套的有四个小螺丝 是固定这个步进电机的 还有四个长的螺丝 长螺丝呢 是来把这两个侧板给装在一起的 那还有一根皮带 对 这根皮带 同步带哈 还需要一个同步轮 和零件盒的应该有三个同步轮 一个是装在这个横梁上的 两个是装在两侧的 装这个电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方向哈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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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图上视频这个方向来装哈 电机这个接线口是朝下的哈 电机的接线口是朝下的 电机接线口朝下 看到这个钻电机这个侧板上 上面是有四个小孔吗 那是固定那个黑色胶皮管的 然后把同步轮放上 对 一定要记得放同步轮 这时候穿那四个长螺丝 长螺杆 就零件盒的最长那种 这是M5×50这种 然后那个穿上那种 白色的粗的那种塑料管 然后再穿滑轮 再穿滑轮 把它扣在一起 扣在一起 用螺丝连接起来 然后把这些上紧就行了 把螺丝上紧啊 上紧 上紧 上紧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我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上下滑轮之间这个间隙啊 不够紧 所以这个侧板会有点晃 所以你上的时候呢 就是 把这个上面的 上下的滑轮 都往中间稍微按一下 这样才能夹紧这个刀轨 当然 你这个装的过程中 你有任何问题 随时给我打电话就是了 我电话号码大家都知道 是吧 一就是188 1656 9813 我这个自动回复里设置电话号码了 这个侧架装好了 现在把这个滑轮啊 现在把这滑块整个装到这横梁上 装这个皮带 装这个皮带的时候啊 一定要确保这个皮带是在这个同步轮 这个轮槽的中间 现在用小螺丝来固定这个皮带 零件盒里有哈 六个小螺丝和六个方块多母啊 这个固定的时候有一点一定要说一下 这个端头一定要留出一点空间啊 因为那个你上侧板的时候 侧板会会不会挤压这个皮带 会把皮带给立起来 立起来之后呢 皮带是有厚度的 你这皮带如果有厚度之后呢 它就会挤这个方块多母 向中间挤 所以就是说你端头一定要留出一点空隙 能够容纳这个皮带立起来的这个厚度 能够容纳皮带厚的这么一个空隙 不然的话 你上侧板的时候呢 侧板就会挤压同步带 同步带挤压这个方块多母 把它挤到中间去 你这样的话 皮带就会挤松了 所以端头你要一定要留出一点空隙来 然后再把这个螺丝上紧 上的时候这个螺丝呢 螺丝压紧皮带的时候 螺丝也不用上太紧 因为压紧皮带嘛 如果你上太紧 就把螺丝就把皮带给上穿了 试一下松紧度 这个松紧度怎么试呢 就跟手掐一下 一定要是有弹性那种 就是已经前紧了 已经掐紧了 这个时候呢 左右滑一下 试一下 看看走的顺畅不顺畅 然后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这个皮带在同步轮中的位置 然后这时候调整一下同步轮 同步轮在轴上的位置 确保这个皮带啊 在同步轮槽的中间 确认之后再把这个同步轮给拧紧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就上完了 这个x就是衡量啊 就完事了 上完了 现在上这两面这个侧板 上侧板的时候呢 是需要这个两个大螺丝 两个那种粗的短螺丝 那是m6乘12的 先上这个电机哈 先把这个电机上到侧板上 注意一下这个电机的位置哈 看一下这个电机的位置 那零件盒子有四个长的细螺丝 专门是上电机的 然后穿上这四个白色的短管 细的哈 细的塑料管 然后把电机扣上 注意一下电机插线槽的位置啊 注意一下电机插线槽的位置 然后把螺丝上进 嗯 然后把螺丝上进 就这样 注意一下这个电机插线槽的位置哈 是朝前的 朝着那个斜口的 朝着这个亚克力斜的那一面的 大家装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我视频这样装哈 一定要按照我视频这样装 这样装出来就是 应该是比较美观的 不然的话装出来就线比较乱 把两头这个粗螺丝上上 上完这头上那头 这个螺丝呢 先一样也不要先上紧 因为待会你要先找屏的 不要上太紧 好 把它立起来看一下 找屏 确认底部是和桌面都接触了 这时候再上紧 这时候再把螺丝上紧 再把两头那个大螺丝的给上紧哈 好 这是要上侧面的滑轮 侧面的白色滑轮 这个滑轮应该是八个 八个呢 配的那个小螺丝啊 是这个横向盒的那种m5x30那种短螺丝 先穿一个 先穿一个滑轮 再穿一个塑料管 然后上紧螺丝 一边四个哈 等会一会儿再学习 吧 嗯 嗯 嗯 好 这个螺丝一定要上紧啊,这个螺丝需要上紧,不然他走的时间长走一段,他就会松的 上完这头上那头啊,一样的 这时候把这横梁整体穿入到这个框架当中,整体穿入 对,就这样子,然后呢,前后滑一下,试一试,顺畅不 不顺畅的话,还需要再调整 现在就需要装这个连接轴了,装这个连接的钢轴 这块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按照我图上这个顺序,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装 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和位置来装 这个钢轴先穿到轴层里,再穿那头 然后先上连轴器 这个连轴器的位置啊,连轴器,因为这个连轴器是连接这个电机和这个钢轴的 所以这个连轴器的位置可以左右挪,但是不要随意挪,因为头上你要留一定的位置上这个同步轮的,同步轮来带 所以这个,你先确定同步轮的位置,先确定同步轮,确定要这个皮带能穿到同步轮的轮槽中间 再把这个,再把这个连轴器给挪过来 连轴器挪过来之后,挨着这个同步轮,然后上紧连轴器就行 你按照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一样可以打我电话 这时候穿皮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时候这两个同步轮都没有上紧 就只是定了一下大概的位置,都没有上紧 因为现在就是说你还没法定最后的位置 你需要先把一头固定住才能定这个最后的位置 先把两个皮带穿上 穿上两根皮带之后呢,就是先把一侧上紧,一样哈,用那种零件和那种小螺丝,配那种方块状态,先把一侧给上住 先把一侧上住,先把这一侧,先把一侧上住 一样要留出尖细,留出容纳皮带厚度的尖细 不然你上那个支腿的时候,支腿就会把它顶进去 因为皮带一挤的话,皮带会立起来,立起来就把它顶进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留出尖细 往里挤一下,给它挤平 把这个螺丝上紧,也不要上太紧哈 这个螺丝上皮带的螺丝一定要注意 不能上的特别紧,特别紧就把皮带给压穿了 压穿的话就压不住了 大家像我这样,用这个支腿压一下,压一下这个端头 这样能确保这个皮带能挤的方块状态,把它挤进去 留出足够的空间 这时候把这个支腿再上上 把支腿上紧 把支腿上紧 把这个支腿上紧 把这个支腿上紧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把整个这个横梁滑到刚才上紧的那一侧 这样就是能做到这个横梁和这个铝刀尾是垂直的 然后再上另一侧 把皮带,两个皮带一定要绷直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这里面比较关键的一步 把两侧的皮带绷直 再上这个螺丝 把这个螺丝压紧 把另一侧的螺丝压紧 跟刚才一样 要留出间隙 然后呢 把支腿上上 看一下这个间隙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间隙啊 看一下这个间隙啊 看一下这个间隙啊 看一下这个间隙 也留了一点坚异对不对 留了一点坚异出来 看到没有 皮带立起来之后 正好有一个厚度 这时候上这个这一侧的支腿 上这一侧的支腿 好了 这个机器的整体结构就上完了 现在需要把同步轮上紧 因为刚才没上紧同步轮 确保一下皮带在同步轮轮槽中间 然后把同步轮上紧 同步轮上是有两个小螺丝 都要上紧的 好 前后滑动一下试试 前后滑动一下试试 看看怎么样 这时候开始装线了 线应该是一般是两根 一个是黑胶管里有黑胶管一组线 然后单独的一个四皮线 黑胶管上这个线呢 就是带源头这一侧 是装在这个电机上的 因为那个源头是插激光头的 那个宽头是插电机上的 就像图上这样 把这个黑胶管固定住 固定在这个 固定在这个电机旁边 那个插孔里 对 固定住 然后另一侧固定在这个控制卡上 另一侧固定在控制卡上 控制卡上到这个 上到这一侧 控制卡一定要注意一下 控制卡不要上挫方位 控制卡一定要上在这个 S时候衡量电机的这个 后面这一侧 这个小衡量上 对 把控制卡上好 这里有个事儿说一下 控制卡上就是两个螺丝 不是少螺丝 控制卡上就是两个螺丝的 控制卡上设计的时候 就是两个螺丝 虽然打了四个孔 但是设计的时候就是两个螺丝 控制卡上好之后 把这个黑色胶管固定到这个控制卡上 控制卡上有三排小孔 也一样是插这个白色这个 白色这个 白色这个连接线 白色这种塑料扎带的 把这个 把这个黑色调整固定住 这里面的两个线呢 两P线是插在这个开关右侧 这个插头里 插座里 你们两个粗的 粗的两P线插在开关右侧 四P线插在X轴上 四P线插在X轴上 现在装这个 开始装这个侧面电机线 侧面电机线 有人反应哈 就是装侧面电机线的时候呢 就是线会卡住机械 这个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你装的时候呢 一定要前面留出一个圆弧 另外一定要把线履平履直了 就像现在我视频上这样 前面要一定要留出一个圆弧 就是插线口前面 看着现在我这样拽出一个圆弧来 拽出一个圆弧来 然后后面来放到槽里头 用这个封条扣上 后面放到槽里面 用封条扣上 用封条对 用封条这样扣上 用封条扣上就行了 看到没有 试一下 试一下 这样肯定是不卡机器的 前面一定要留出一个圆弧来 前面留出一个圆弧来 后面一样啊 后面用这个短封条把它扣住 然后这个插槽呢 这个插头呢 插到这个控制板上 这个歪插轴的 歪的这个插座插座里 歪插座上是有两个 左面一个 右面一个 插两个都行 因为左右是反的 左右是反的 插完之后 你需要在软件里调一下就行了 这样的话这块插线就完事了 看一下这个插线顺序哈 检查没有问题之后呢 用剪刀把这个多余的皮带 还有塑料扎带啊 全部剪掉 这样呢 这个机器就装完了 还有控制板没装 控制板 就是装激光头 那个装激光头的那个插板 装激光头那个挂板 把装激光头那个挂板插进去 就完事了 这是挂激光头的挂板插进去 插进去拧一下这个黑螺丝哈 这个黑螺丝我默认发货的时候 我都给拧到顶了 所以你挂上去之后 激光头位置应该比较高的 所以你要拧一下黑螺丝 把这个插板给调下来 然后再挂上激光头 像现在这样 拧一下黑螺丝 拧一下黑螺丝 把插板位置调下来 调低 把插板位置调低 然后挂上激光头 对 拧黑螺丝 把插板位置调下来 然后把激光头挂上 插上激光头连接线 这里要注意啊 这个激光头一定不能照射 人类或者任何生物的眼睛 或者人或者其他任何部位 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这个机械这里装完了 整机就装完了装到这里 好开始 我是淘宝利人激光的 我们的对照片还用了 这里不要开 FERC 2085 2082 2085